珠关闪耀的珍宝 灵克最辉煌的岁月 无法称凉的灵魂 封存人类最宝贵的记忆 大家好 我是主要本 海军万一7072话 记忆的重量高清版已更新 戴雄的秘密正在揭晓 斐叶继续短期连载 简马无感情海游记第28期 疯狂的MAX团队 曾致力于量赏各种杀戮兵器 加制的电机长枪 凯撒的人杀恶魔果实 奎英的病毒武器 用绝对的暴力 贯彻真正的和平主义 站在世界最隐秘的角落 和平研究所MAX所长 多特·贝加庞克 曾在实验记录中这么写道 即使世界不愿意接受 这个实验的结果 我也一直把它 看作真正的人类 我始终坚信 这是让全世界 迈向和平的一大步 此时的淡尖岛实验室深处 波尼突然变成小孩模样 倒在地上哭泣 似乎是骨折了 原本正在逃命的贝加庞克 又被这动静吸引回来 躲在角落里 看到了痛苦的波尼 终于也患张起来 波 波尼 你没事吧 这下糟了 医疗班快来人啊 波尼受伤了 没想到波尼一脸坏笑 又补计划大成功 原本小孩模样的身体 急速膨胀 瞬间变成了一个 强壮凶悍的大妈 扭曲的未来版本波尼 抡起水管 再次准备暴揍贝加庞克 小逼个猫发痕 直接一棒砸出墙壁的撑坑 吓得贝加庞克 再次狂奔逃命 波尼快住手啊 就算你把我杀了一眼 愤怒的波尼 这次没有让小短腿跑远 追上就是一棒 水管直接顶住贝加庞克的后背 然后发动能力 时光突刺 只见贝加庞克 圆鼓鼓的肚子开始移动 插插间无数闪亮珍宝 喷波而出 一阵耀眼光芒退去 贝加庞克烦恼黄通 变回了婴儿模样 现在波尼 可以毫不费力的将他按住 可恶 这些发光的物体 就是我的年龄吧 竟然把我变成了一无四处的小孩 把我的光辉岁月还回来 贝加庞克 爬在一堆珠宝面前 追忆逝去的岁月 波尼一把将婴儿抓起 继续追问 你不用担心 我的能力不会永久影响生物 刚才你说有某个原因 现在就告诉我 到底为什么要杀害我父亲 这我不能说 我答应过熊的 此时世界另一边的红港 人们正差异的 目送天龙人的无敌奴隶 往红土大陆上方爬去 大熊偷了自己重伤的躯体 狂慢而又坚定的 一步步攀向世界之巅 因为你一旦知道了真相 受伤的人可是你啊 波尼 所以我和大熊做了一个约定 绝对不可以把真相告诉你 波尼愣了一下 他从未想过父亲的死 与自己有关 更加迫切的想要知道答案 你杀死我父亲 明明就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不肯告诉我 开什么玩笑啊 混蛋 就算你看不起我也没关系 别再问了 做出失去自我这个决断的 不是别人 这是大熊他刺激啊 少骗人了 父亲他不会丢上我不管的 是你杀了他 你以为我不难过吗 我宁愿永远弯掉那段回忆 大熊是个了不起的男人 也是个值得骄傲的朋友 正因为我尊重他 所以才什么也不能说 那个默默背负了一切的男人 正爬上红土大陆 被赶拦了海军 以猛烈炮火主机 波尼一把将贝加庞克摔在地上 在他看来 这种自说自话的烂借口 根本无法接受 贝加庞克正在投诉虐待儿童 突然发现波尼安静了下来 他的注意力被旁边的什么吸引走了 喂等等波尼 那个专制是 啊我的意思是 那个跟熊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波尼的大肠腿静止向前走去 毫不理会地上匍匐爬着的小婴儿 只见那神秘房间的门上 阴刻着熊掌状的标记 这绝不可能与大熊无关 波尼试图拉动开关 却被牢牢锁住 直接发动能力老化冲击 门锁立刻老化腐朽 被轻松捏成碎片 大门慌慌展开 那阴暗深碎的房间内 乘封着震撼心灵的秘密 熊掌 一份透明巨大的熊掌状能量 被静静触放在实验台上 透过黑暗闪烁着神秘的灰光 波尼愣在原地 那充满未知的能量波动 吹着他鸣刻于心 在熟悉不过的东西 毫无疑问 是父亲肉球果实的力量产物 贝加庞克分离爬到门口 大熊脱腹的秘密 终究还是让波尼见到了 当年在实验室中 贝加庞克曾与大熊聊起 关于记忆的实验 希尔的学者曾说过 人死后质量会减少21克 也就是说 这21克就是人类灵魂的重量 真是太有趣了 这个实验足以证明 灵魂是存在的 白板上秘密麻麻的文字 是贝加庞克对大熊能力的研究成果 肉球果实的力量 可以将抽象的事物具现化 比如说疼痛 大熊可以将神经信号 转化为可以触及的能量 然后从人的身体里推出去 按照这个理论 肉球果实的力量 应该也可以对想象 思维甚至是记忆产生作用 你能试着把记忆推出来吗 我想知道人类记忆的重量和大小 我拒绝 那些羞耻的事 怎么可能给别人看啊 拜托啦 为了科学的进步 我保证只有我一个人看 你就帮我这一次嘛 贝加庞克向大熊苦苦哀求 最后实验的结果无人知晓 现在 这隐藏最深的秘密 被那个最不应该看到的人发现了 贝加庞克奋力劝阻 千万不能碰啊 波尼 那个是痛苦 大熊能力你是知道的 那是足以让人致死的痛苦 波尼呆呆呆站在原地 那股能量带给他的 是一种熟悉的温暖 此时的轰杠 海军正在全力阻止大熊爬上玛丽乔亚 猛烈的炮火将他从三臂轰了下来 父亲的能力 我比谁都清楚 海军们蜂拥而上 围攻重伤了大熊 人间兵器如本能帮开始还击 即便已经失去意识 依然有着原始的欲望 想要越过眼前天线 这并不是什么痛苦 而是他的记忆才对 波尼缓缓伸向熊爪 指尖即将触碰 自己口岸许久的答案 此时的研究层正爆发激战 那美德人透过监控 正在密切关注着 三年号那边的情况 罗布鲁奇已经上来了吗 抱歉 因为系统出现了一些故障 还好索隆和布鲁克在船上 他们是不可能会输的 就算局面是2v3 他们也会有办法的 不 你仔细看 战况并不乐观 无数普定睛一看 差点惊掉下巴 指尖让龙烟散去 四双黑衣赫然显现 最强战斗兵器 赤天使全员抵达上层 2v7 而且都是敌方精锐战力 可恶 在那么短的系统错误时间内 也能马上叫上来吗 不 CPG0他们应该不会选择 带赤天使上来的 但赤天使有独立的自谋和人格 他们应该是自行做出了反应和判断 跟着CPG0一起上来了 并且衡量过系统错误 会持续多长时间 果然如释迦所料 陆奇他们并没有命令赤天使跟随 赤天使的出现 对CPG0的而言同样是一场意外 更麻烦的是 现在边界穹顶已经再次关闭 赤天使也无法离开上层了 这次CPG0的失误 全线顺位自然是我们的更高 上来的赤天使可以变成我们的战力 尽管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但只要能够成功下达指令 就可以破局 阿迪森和利利斯马上行动 准备去夺回赤天使的控制权 唯一的问题是 船上那两个人能不能撑住 拜托你们了 想 饿 闭嘴 你将夺取大命宝的这颗节骨眼上 赚烈牺牲 你也去 这是我们一伙共同的危机啊 那美上的秘密对我来说就是绝对的 不过为什么我得去救那家伙啊 别胡闹了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此时的30号边上 索隆和布鲁克正在观察对手的异动 那家伙的样子怎么回事 应该是长颈鹿 但好像跟以前又有点不太一样 算了 反正卡完之后一样是尸体 前提是 你能把我砍了 罗罗诺亚 卡顾杀气沸腾 暂时发动猛攻 索隆将守卫三年号的任务交给布鲁克 自己准备认真迎战 扭曲回旋的怪物躯体 武装硬化的棱角长臂 将全部怪力积蓄于一点爆发 这熟悉的招式 就轰出了远超一望的惊人力道 索隆强行拿下攻势 身体也不禁正颤起来 长颈鹿裹挟着黑色的燕云 如同传说中的幻兽 暂时发动枪袭 麒麟人十二回转 蜿蜒身躯如同灵蛇狂舞 卷起阵阵刀刃旋旋风 直扑半弓中的索隆 常常的扭来扭去的东西 在和之国看得够多了 我们已经厌烦了 索隆大喝一声 将卡库的攻势全部奉还 曾被怪力直接将长颈鹿轰入大地 就在索隆与卡库激战时 陆奇也料到了对方的意图 立刻开始发难 别让被加旁克逃出来 我命令你们马上摧毁研究所 吃天使 四名吃天使接受到指令 立刻摆出了战斗姿态 糟了 他们打算破坏研究所 空的室内正大呼不妙 吃天使已经毫不留情 轰出必杀 最强人类全力进攻 吃天赏关双重爆炸 熊掌冲击裹鞋斩切 四人最强招式一起发动 瞬间将研究所摧毁大半 空的室被强烈冲击波及 顿时乱作一团 干得漂亮啊这群家伙 把我们的工作都做完了呢 胜利的天平再次向CPGRO倾斜 卡库重整攻势 准备再次迎战索隆 突然觉得脖子一凉 好像被什么东西盯了一口 什么 你 等陆奇回过神来 长领路受到了身躯 已经转绵绵的探导 就在他的边上 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 在静静注视着一切 你在干什么 司徒兮 陆奇惊诧的盯着通聊 那个女人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长出了一对黑色双翼 正在舔视嘴角的鲜血 你问我做什么 我只是让她早点去睡觉而已哦 拜托了陆奇 你也赶快去睡觉吧 她曾是地下世界欢乐街女王 也是CPGRO假面杀手之一 现在有了第三重更隐秘的身份 原洛克斯海贼团 溺死白金汉 司徒兮的克隆人 同时也是Mass克隆实验 第一个成功的克隆实验体 司徒兮 奄然一笑 邪魅狂倦 战局再次逆转 以上就是海贼王1072话的全部内容啦 下周不休刊 本话依然是剧情回 继续围绕着贝加旁克 与Mass的过去展开 斐烨的三个变态 展示了丹尼Mass的疯狂 看到贝加旁克的独白 与莫伟斯徒希克隆人身份的曝光 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呼应 但丹尼Mass到底做了多少实验 又开发了多少武器 又为什么会跟洛克斯海贼团扯上关系 韦田又挖了一堆坑 另外一边 大雄这段回忆杀 完整交代了作出果实的特性 这种具现化的力量 竟然与波尼把年龄变成珠宝 概念上很相似 但大雄被改造的秘密 贝加旁克却坚持不告诉波尼 还说会让他痛苦 大雄究竟经历了什么 但京岛这场乱战又会怎么发展 下期我们来聊本话的伏笔与细节 敬请期待